在全球都在喊景氣衰退的同時 在華爾街有蟑螂理論這個說法 要請教吳老師 什麼是蟑螂理論 這個是借用家庭主婦 在廚房的經驗 你在廚房看到一隻蟑螂的時候 某個角落裡面 還有很多隻蟑螂 意思就是運用到市場上來講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 壞消息出來的話 那可能在某個角落 還有很多壞消息 那這個概念 翻譯到投資操作的時候 是這樣子 讓你聽到一個壞消息 跳出來的時候 你不是會想要去做功課 去研究嗎 不 先賣了再說 賣了以後再來研究 因為其他地方 還有更多壞消息 後面還有很多隻蟑螂要出來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 比如說財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景氣 由環融擴張開始轉成向下 在這個轉折過程中 我們現在是在衰退的前期 後面還有後期 第一個我們現在看到財源 你看到前陣子的臉書財源 然後亞馬遜財源 後來Uber 微軟 還有零售業 Sysco 那個是網路通訊設備的Sysco 他也在財源這樣科技業 這個財源的話 第一家公司宣布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後面還有很多家 這類似的概念 再來一個 現在我們看到了 會看到一個現在叫做庫存增加 就是東西賣不掉以後庫存增加 再來一個庫存可能賣掉 但是變成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增加也不行 然後現在接下來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通常執行長會盡量撐 把財務報表撐好看一點 一直到最後他撐不住了 那個醜聞 財務報表造假這個醜聞會出來 這個時候就是屬於衰退的後期 然後最後我們現在看出來 就是說你不要去接下墜的刀子 掉下來的刀子不要去接 維基路士的話要學巴菲特 就是用存股的概念去買台積電 這麼簡單的講就是這樣子 通常我們會做防禦型投資 就是食品 醫療用品 共用事業 瓦斯水電那種 要不然你就用存股的概念